李长弓心里面暗骂了一句 混沌 你真的是疯了吗 可是现在他们 除了死战 也没有别的办法 等到名副守门人离开天海市 怕是再也无人能够挡下他 哪怕片刻 张义说完之后 又看向李长弓几人 他的目光微微下垂 似乎要穿透车厢 看向车厢当中端坐的那名少女 接下来 我会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三十秒 你们帮我拖住他三十秒 李长弓几乎要跳脚 现在张义可是正面防御的主力 如果他离开了 谁又能挡得住名副守门人的进攻 上道文也是不解地问道 混沌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没有时间跟你们解释了 如果想赢的话 就照我说的去做 张义语气急切地说道 按照名副守门人的速度 不到一分钟 他就会离开天海市的区域 到时候 计划的执行程度将会无比艰难 阿列克谢一言不发 他一直都是个行动派 而很少开口 李长弓的表情有些扭曲 他甚至怀疑 张义是打算抛弃他们 临阵脱逃 不过转念一想也不合理 张义真的想逃走 随时都能做到 没有必要 现在才拉他们下水 几个人的心思白转千回 可是时间却根本不等人 就在这个时候 后土发话了 照他说的去做 原来是在前面的时候 杨欣欣就先和后土沟通过了 也只有他 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 说服后土 眼见着后土都表态了 上道文自然是没有任何意见的 这下子 李长弓的态度明显不重要了 戴圣直接发动了能力 幽灵列车瞬间出现在 正飞驰而去的 冥府守门人的身前 幽灵列车出现的一瞬间 张义的身影 直接从列车之上消失了 李长弓的脸部有些扭曲 可眼下 也只能够硬着头皮去站 冥府守门人的道路被拦下了 他不得不睁开眼睛 面对眼前的敌人 这直接导致他之前的行径路线被中断 重新置身于八卦阵之中 看着眼前 还赶来阻拦自己的人类们 冥府守门人的眼神当中 满是高高在上的不屑 他懒得废话 直接发动了虚天命一击 刹那之间 笼罩住了幽灵列车 后头的眼睛猛然睁开 第一次 他幽暗的眸子当中 迸发出灵力的光芒 六道轮回在车身周围展开 黑日 大孙 幽影 灭堂 四名伊普西龙级的魂灵 被召唤出来 无数条地狱王魂 魂身燃烧着明火 从冥府深处爬了出来 朝着冥府 守门人嘶吼着爬去 而一支高悬天空的天机武器 在这一战之中 第一次爆发出了他们的威能 六颗军事卫星 太阳羽翼全部展开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射出了贯穿天际的能量射线 天空 大地 庞大的力量 全部汇聚于一处 目标只有乌鸾帝国那位 不可一世的大元帅 明府守门人的心中猛然一惊 虽然一开始战斗的时候 他就知晓 人类拥有这种来自天际的强力武器 可是一来他对人类的武器 根本不屑一顾 二来长时间的战斗 那种武器都没有被启用 已经让他有了一丝的轻慢之心 他却没想到 这一回 后土一出手 就发动了全力 连带着六发天机武器的能量炮 直指他的头顶 哄 无数种博杂的能量发生了碰撞 直接在天海市的西北区域 升腾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后土的六道轮回 在这一击之下 几乎被彻底摧毁 他的所有召唤物 也彻底灰飞烟灭 李长弓和阿列克县 上道文竭尽全力 抵挡着袭击向幽灵列车的力量 可是那股磅礴的力量 击中列车的时候 还是如同拳击手 全力一拳杂中沙袋一般 直接将其轰得扭曲变形 他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 可显然具备有超时代的科技 否则的话 普通的列车 只是战斗的余波 就能彻底摧毁 即便如此 他还是被轰得变形 狠狠朝着远处抛飞开去 上道文瞬间来到后土身边 全力展开念力屏障 挡在他的身前 后土身躯跌倒在地板上 背靠着车厢低下头 口中缓缓流淌下来一缕鲜血 这位圣经大区的最强 被无数人称为 华须国底蕴的存在 第一次受到如此重的伤 李长弓与阿列克县就更惨了 他们被狠狠抛飞 在车厢里面像是皮球一样 滚来滚去 名副守门人的力量 几乎要把李长弓的五脏六腑都被绞碎 他现在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块破抹布 被人扔进了洗衣机里面 疯狂地搅动 咳咳 咳咳咳 大口大口的鲜血 从李长弓的嘴里喷出 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张 咕噜咕噜 张义 我操你大眼 你还不快来 血水掺杂着骂声 从李长弓的口中喷出 而此时的名副守门人 即便承受住了后土竭尽全力的一击 依旧完好无损地站立在天空之上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无云的天空 那天穷之上的武器让他觉得有些意思 竟然真的让他产生了一丝危机感 如果不是爆发出了全部的力量 或许他也要被伤到 眼下 幽灵列车当中的众人全都受了伤 戴胜由于不是在车厢里面 而是在较远的车头驾驶 所以只是被余微波及 然而即便如此 他也重伤冰死 彻底晕厥了过去 他的昏迷 导致幽灵列车无法穿梭于空间节点 而是很凄惨地摔落在雪地上 如同一条死去的蛟龙在地面上狠狠翻转了十几圈 冥府守门人的目光望了过去 似乎可以宣告结束了 他说着 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而就在众人将要绝望的时候 张义终于出现在了列车上 不要抗拒这股力量 走吧 张义的声音在每个人的耳边回响 冥府守门人的破灭之心 已经锁定了他们的位置 可是张义却如同拉开了一条拉链般 打开了次元之门 在攻击即将领体的一瞬间 他带着整条列车进入了次元之门当中 次元之门的缝隙关闭的一瞬间 冥府守门人的攻击 便摧毁了方圆数十公里的整片区域 张义等人躲开了冥府守门人的攻击 这让冥府守门人的眼睛里面 闪过一抹亚异的神色 这么能逃 而就在他准备离开天海市这片迷雾 然后大开杀戒的时候 他的内心深处 忽然涌现出一股极为强烈的死亡征兆 那是久违的 他早已经忘却了死亡的预感 作为高等级一人 作为乌鸾帝国接近神明的存在 他本不应该再出现这样的感觉 冥府守门人本能地想要逃离眼下的区域 可是此时他仍然处于弥阵之中 而早已经丢失了之前的方向 在他犹豫的这片刻之间 一股恐怖无比的力量 伴随着耀眼的强光 从他脚下五百米处的大地深处 升腾而起 天海市的弥阵 在这一刻失去了效果 因为那股过于强大的力量 如同引爆了十万颗恒星一般 彻底照亮了整个天海市周围所有的区域 挤出战场之上的艺人们 陷入了暂时失明的状态 哪怕是邓神通 也是利用能力的特性 才勉强看清楚 天海市几乎整个区域的范围 爆发出一颗巨大的炽热的圆球 不断地扩大 不断地升腾 最后轰然爆发 冲天起 形成一颗骇人的超大型蘑菇云 直到这一刻 那股让人耳膜 瞬间被震碎的咆哮声 才从大地之上响起 轰隆隆 作战服的应急机制 立刻采取了降噪功能 抵消这股超高分贝的声响 避免人的耳朵 甚至是内脏被震碎 世界各国观测着 此处战场的势力代表 也是脸色无比凝重 爱之死神 超大当量 可是 军政教廷的红衣主教 皱起了眉头 他们是什么时候发射的 爱之死神的 发射动静太大 基本上只要你打开了发射井 世界各国的卫星都能够侦测到 想要无声无息 引爆一颗爱之死神 几乎没有可能 但是眼下 华虚国的大地上 确确实实地发生了这种事情 圣经大区这边 孟元军猛然站起身来 眼睛死死盯着面前的大屏幕 整个作战指挥中心 所有人都是一片茫然 如此恐怖的爆炸 哪怕是后途等人 也根本无法抵挡 怕是要被烧成灰烬 而只有梁月等人明白 只要有张义在 他们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绝对防御 真的是一句笑话吗 在过去或许是这个样子 但是自从张义掌握了 顿入虚空的能力之后 他最起码可以维持 自己一分多钟时间里 真正的无敌 将自己藏匿于 另外的世界当中 与现实世界彻底隔绝 只要他不出现 那么就没有人可以杀死他 惊天动地的爆炸 冥府守门人 就在这场爆炸的中心区域 而此时 正如梁月所想象的那样 张义带着所有人 进入了异次元空间 异次元空间的时间流速 是无比缓慢的 而人的思维 却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 第一次进入其中的 上道文等人 感受到了明显的割裂感 他们仿佛被施展了 定身术一般 身躯几乎无法动弹 但是大脑的思维 却能够清清楚楚地 感受到一切 这种感觉 无疑是特别痛苦的 即便是久经训练的张义 也无法长时间 承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 李长弓 更是内心产生了一种恐惧 当初和张义战斗的时候 他就意识到 绝对不能够闯入张义的次元之门 现在他才知道 如果真的进来了 要么死 要么生不如死 同样是空间系一人 张义的能力 却比他全面得多 李长弓的内心 不由自主地产生了 强烈的嫉妒之意 可是在想到 张义还同时拥有 时间系的能力 这种嫉妒 却又变得无比乏力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可以大到令人难以想象 当你的能力 只比身边人强上一点点的时候 他们会嫉妒你 怨恨你 总想着某一日你的落魄 或者自己将你赶超 可是 当你的实力足够强大 强到令人绝望的时候 他内心的极度 便会荡然无存 转而变成崇敬 张义此时也没有办法 管这几人的精神状态 他无法在这里与几人沟通 索性放着他们不管 承受折磨 也总比在外面 被爱之死神炸死要好 天海事经过这一战 算是彻底完了 这一刻爱之死神 是张义提前向朱正所要来的 可以说是目前为止 人类能够制造的最大当量的爱之死神 在历史上 曾经有过一种巨大的怪物 被称为沙皇炸弹 但是这种武器 却因为过于庞大的体型 与过于沉重的分量 只能够作为一种炫耀肌肉的面子工程存在 实际却难以使用导弹搭载 不过 张义也不需要那种玩意 他只需要将这颗爱之死神 埋在天海事的地下 然后等到一个恰当的时机引爆即可 这个方案 是他早就做出过的决定 各大区的高层也知道 一旦发现真的打不过乌鸾帝国一人部队的时候 必然会动用爱之死神 只是他们没想到 张义会以这样的方式 导弹搭载的爱之死神 人类的技术都能够检测到 那么 以乌鸾帝国 那不亚于人类文明 甚至更高等文明的水准 也一定可以探测到 先前那一发 爱之死神被精准拦截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不过杨欣欣让各大区通过卫星 勘测了现场的能量波动 发现 那是因为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武器 抵消了爱之死神的能量 由此 张义起码可以明白一件事情 明府守门人本身 是无法挡住大当量爱之死神的 如果利用的是特殊武器 那么 只需要不给对方反应的时间 突然引爆爱之死神 就有机会造成奇效 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所做的事情 就是迅速将那颗准备好的超大当量 爱之死神转移 而后途等人 在正面吸引了明府守门人的注意力 这个时候 突然引爆爱之死神 然后利用顿入虚空的能力 救下所有人 这个就是张义的计划 张义闭上了眼睛 脑海当中 已经推演了无数次接下来的战斗计划